4月29号是北大才女林昭因为批评毛泽东而被当局秘密枪决44周年 大批民众前往苏州林昭陵墓献花纪念 大陆搜索网站百度罕见的解禁了相关搜索 新浪微博对于自发的网上悼念也没有屏蔽 专家分析薄熙来事件后当局为了打压左派势力必须揭露毛泽东的罪行 但中共惧怕垮台不可能彻底清算毛泽东 香港明报报道 上百名来自大陆各地的民众前往位于苏州的林昭墓进行悼念 他们朗读林昭的作品《献花莫哀》并带来调福 上面写有《圣女林昭永垂不朽》 但当局并没有像往年一样进行阻止 林昭原名彭令昭 1932年生于苏州 1954年以江苏省第一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 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 因为批评中共和毛泽东而被划为右派 并在1960年被捕入狱 在狱中林昭历尽酷刑折磨 但始终坚持自己的理念 绝不屈服 当局认为林昭抗拒改造 不认罪 态度恶劣 对他的迫害不断加重 先是劳教 继而判处20年重刑 直到最后将林昭秘密枪决 1980年上海市高级法院以精神病为由平反林昭 认定这一案件属于冤杀无辜 但关于林昭受害的内幕和相关讨论仍然被视为禁区 媒体上很少有报道 网络上的信息也遭到屏蔽 今年2月发生王力军叛逃美领馆事件以来 百度搜索多次出现时锦时松的异常举动 先后曾短期解禁转法轮 神韵艺术团 活摘器官和揭露天安门字焚尾案的影片 维火等敏感词 而这一次有关林昭的信息也没有遭到屏蔽 在百度输入关键词林昭 可以查到相关结果70多万 祭奠圣女林昭 林昭血书 《历史将宣告我无罪》等文章赫然在列 新浪微博上也涌现大量纪念林昭的留言 没有遭到屏蔽 对此政论家胡平向记者分析指出 鉴于薄熙来事件的教训 中共高层目前需要对毛泽东做进一步的批判 胡平同时指出中共当局需要推进非毛化 但又不敢把非毛化进行到底 既然毛是共产党的这个开国领袖 他的否定不可能很彻底 因为对毛的这个彻底否定 势必就意味着对共产党政权本身的否定 那么所有当局就比较投鼠机器 从1999年开始 大陆独立制片人胡杰 花费五年时间自费拍摄纪录片 寻找林昭的灵魂 但被当局列为禁片 胡平认为 当局不大可能在官媒上公开放映这类影片 但可能在网络等民间渠道上默许放行 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也指出 大陆高层惧怕出现不可控制的局面 可能在类似林昭的问题上 采取逐步放开的策略 苏州灵岩山南路 林昭的墓碑上 刻有林昭在1964年2月写下的遗言 自由无价 生命有牙 命为玉碎 以训中华 他的事迹和灵魂一直激励着 众多中华儿女不畏艰难 毅然前行 散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